台南市警察局前秘书室主任庄武能疑似涉入感情纠纷 涉嫌向新竹县议员恐吓取财被记两大过免职 昨晚他大动作喊冤 质疑新竹县警方向黑衣人 而且没有居票搜索票根本违法 对此新竹县警察局长杨哲昌强调 恐吓简讯就是他传的此案证据充足 而新竹当事办案原警也说 大家都有穿警察字样的防弹背心 怎么会是黑衣人 台南市警察局前秘书室主任庄武能 涉嫌向新竹县议员恐吓取财上千万 新竹县警察局长杨哲昌在县府主管汇报说明 颇有回应 前一晚庄武能透过媒体崩溃喊冤举动 第一个我们下车盘查他的同能 从他的车前经过 他是身着有警察字样的反光防弹背心 这怎么我们怎么会是黑衣人 杨哲昌还清楚回顾整起案件办案过程 说新竹县议员12月28号收到恐吓简讯 警方透过定位12月31号跨年夜巡线找到人车 为厘清状况请同车的专武能配合盘查 但他不仅不配合还开车冲撞画面清清楚楚 证实专武能被逮实曾打电话给他与台南市警察局长方耀宁 台南警惕问题扶上台面警局人事调动格外引发关注 记者新竹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